树林里藏有另一种珍稀动物 鲜有人见过这种动物 可能往后也见不到 那就是阿木尔豹 又名远东豹或是东北豹 但最好听的叫法是金钱豹 目前野生金钱豹只剩下三十几只 都生活在远东滨海边疆区 是最有可能绝种的大猫 在一万森林里 一只公金钱豹露出忧郁哀伤的脸庞 它名叫契克 是个典型的独行侠 金钱豹也就是花宝 是大型猫科动物之一 契克从上方看是金黄色的 头小尾巴长 从面向看很像是老虎 只不过老虎身上是条纹 而契克的脑门和身上满是黑色环斑 契克身体全长三米 体重七十公斤 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体重 金钱豹生活在寒温带地区的 阔叶林和珍阔混胶林带 昼幅夜初 金钱豹的林第一是很强 契克至少需要八十平方公里的连续领地 才能够有足够的猎物养活他自己 森林面积在缩小 而契克的拥挤领地上 也有母豹和其他公豹活动 他们的领地有部分相互重叠 而契克也能容忍他们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妥协之举 在这片茂盛原始森林边缘 一只猎石巨兽正在猎行 它是地球上最大的猫科动物 因为白眼圈上方还有一个白色区域 被称作吊金白鹅虎 又因前额的黑纹 颇似汉字中的王子 显得异常威武 又被誉为山中之王或寿中之王 并拥有精神的力量和射人心弦的美丽 东北虎又叫西伯利亚虎或阿木尔虎 名字源自该区最大的河流阿木尔河 也就是黑龙江 老虎本身就更适合生存在寒冷的地方 北方的老虎体型更大 也更凶猛 在老虎的五个亚种中 西伯利亚虎最大 嘴重 现身的熊虎猎昂 头大而圆 紧不在冬天长出棕毛一样的长毛 肩背高高的隆起 毛皮松弛有皱褶 并有柔软的绒毛保暖 它体长超过3.5米 重达360公斤 可抵得上四个练相扑的飙形大汗 寒冷造就了雪地之虎 像猎昂这样的杀手 需要庞大的体积维持体温 并对抗鹿和野猪等大型猎物 同时它厚厚的皮毛 比苏门达腊虎和孟加拉虎要长得多 而且更浓密 这些有利条件对于待在冰天雪地将近半年的猫科动物而言都是珍贵无比的生存优势 凶独立昂并不孤独 在它前方还有一只老虎 两只老虎一同现身 这样的公开亮相真是不可思议 西伯利亚虎的领地很广 需要200平方公里的地盘骑升 它们独自出没在近乎空荡的森林里 很难被发现 由于西伯利亚虎非常罕见 即使偶尔一撇 对人类来说也是件大事 一山不容二虎 除非一公一母 这一对正在忙于交配的老虎在河岸边被人类偷拍 性爱视频的女主角被称为雪西玛丽 她以其残忍的杀戮现场而闻名于世 制造后代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列昂和女友在一起缠绵匪测了好几天 公虎列昂在离开性爱女主角之后 继续寻找新的婚配对象 生孩子这等大事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而且多找几个老婆广播种 也能保证收成 这是留下遗传基因的有效手段 在温带森林冰封的雪地上 布满了射鹿的脚印 周围还有一处发黄的痕迹 这是另一只老虎留下的印记 虎尿的骚味还可以温得出来 这是不久之前留下的 树干上还有几根老虎留下的毛发 西伯利亚虎通过在树上做标记来和邻居们沟通 其他老虎抬头时必然会看到树上的抓痕 就知道这是林主在向自己宣告 山大王我在这里离我远一点 树上那些印记的味道很大很明显 烈昂能轻易闻得到 老虎们通常并不直接碰面 而是通过这些高水平的标记来互相交流 两只相距很近的公虎 往往会为争夺领地食物和配偶而战 胜者为王输家远顿 列昂寻寻觅觅数日的结果是 附近除了血腥玛丽没有其他的母虎 仅有另一只公虎在此圈地为王 不过尿子说明这名林主已经上了年纪 滴答一路的尿液是疾病或衰老的信号 游荡的列昂趁机也在树干上磨砺爪子 再把脖子往树上蹭 给自己做个鲜民的广告 然后留下自己的尿液和气味 对昔日的领主下了战书 列昂打算在这里停留下来 寻找猎物 解决肚子小了的问题 他坐下来 审视这片即将属于自己的王国 觉得很满意 他这个姿势在俄语里叫做斯芬克斯作字 高贵而神秘 列昂就这样在雪地中守候 寂静而冰冷的空气中 弥漫着王者之气 在老虎的地盘里 一切由老虎做主 宫舍路大祭司保持高度警惕 因为老虎幽灵已无处不在 周围很平静 没有一丝异动 月亮也悄无声息地坠落疏梢 一天中最昏暗的时间到了 宫路大祭司略敢疲惫 想要合上眼皮 咪灯一下 不同于南方的孟加拉虎在白天狩猎 西伯利亚虎虽然并非真正的夜行动物 但列昂在夜间更为警觉和活跃 在冰冷的月色中 他身体上的宽条纹是环境中绝佳的保护色 列昂的体色随着四季变化 淡橘色的皮毛使它融入夏秋森林色彩当中 到了秋冬季 毛皮颜色开始变浅 直至近乎灰色 而且在雪地里 白色的腹部和胸部有助于它隐藏行踪 并保持温暖 列昂的眼睛里有所谓的光神经纤维层的特殊反射层 这层薄膜位于视网膜前方 和增强进入视网膜的光线 让物体在视网膜上更加明亮 因此西伯利亚虎的夜视势力比人类强六倍 就算是在夜间 它也能埋伏和精准攻击猎物 列昂在远处发现了左股右盼的目标 这种地球上最大的猫科动物 借助于树木的掩护 偷偷靠近猎物 列昂有肉垫的爪子和宽大的脚掌 可以避免在移动中陷入积雪中发出声响 也能够让它在雪地上 以50公里的食俗追列 又适应雪地生活的脚爪和体色 列昂因此成为集力量和诡秘于一身的孤独猎手 这种堪称全球最美丽的杀手 在追踪目标时销声匿迹 他从射路大祭祀的后方无声无息地凑上来 强壮的后腿使他纵身一跃就是六米远 甚至是2.5米的高度 直接扑倒了射路大祭祀 并一击致命 列昂八公分长的全职 很轻易地切入公路颈椎的连接风险 分开了两根脊椎骨 并切断了脊椎里的神经 使猎物动弹不得